我今天讲的内容全部都是真的 是我从业这几年来亲眼所见到的那些东西 如果我说了一句假话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大家如果看完我的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给予一个收藏 我从业这几年来呢 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和全国的这些 种植粮食的 种植瓜果蔬菜的 以及做这个家庭养殖这方面的人 打交道打的比较多 而且全国各地 我跑的地方也比较多 我现在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就是我们这些养殖户 种植户里面有很多人 他们是采取了非常传统的方式 在进行种植和养殖 但是他们种植养殖出来的产品呢 一定是百分之百不流向市场的 那至于流向谁的呢 我也做过调查 基本上都是提供给某些人吃 对吧 这个在这里太敏感了 我就不能直说了 你们也明白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呢 除了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吃的东西 喝的水 跟他们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我是敢说出来 我也敢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说出来 因为也是我亲眼所见的 我曾经去过很多一些这种传统农业的一些基地里面去看过 那里面的蔬菜 花果 包括养殖的很多家禽 真的跟我们在外面吃到的完全百分之百不一样 但是这些东西呢 他们不在市场上面流通 他们都是一种定向流通的方式 流向那些特定的人群给他们那些人吃 所以这段时间呢 抖音上面出来一个科技美食博主 新鸡飞 对吧 新鸡飞呢 他的这个号 他自己也注销了 他在这个视频里面也揭露了很多视频添加剂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他在贩卖焦虑 也有很多专家说他 说他这个视频啊 是在贩卖焦虑 食品添加剂吃了以后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既然没有危害的话 那为什么那些人他们不吃呢 那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心思 在农村里面去专门找人去种那种纯天然无公害的蔬菜呢 而且他们采取的这种种植方式养殖方式 都是都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农业方式呢 他们这些人为什么都不吃呢 其实谁真谁假 大家心里面都明白了 那有人会说这个东西 对吧 你有科学依据吗 我跟你这么讲吧 你说这些新闻媒体 包括那些专家学者 他们为谁说话 他们还不是为资本说话吗 如果我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资本家 我花点钱让这些新闻媒体 让这些专家替我说说话 给我站站台 那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 金吉菲当时他的很多视频 做的这种添加剂的揭露 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这东西真的吃多了 确实是很有危害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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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